一群皇子王孙 驸马爷们 在场上来回地奔了几圈热身 待所有人准备妥当后 便下马牵着走向北边 皇帝所在的看台 父皇 儿臣们都被妥了 待会儿就请您给当个平派 一定输赢吧 李宽作为在场最年长的皇子 自然被推出来说话 就是李安也不会在这时插嘴 好 李世民一手搁在案头 从左至右扫过这群年轻人 手指在案上扣击了两下 身后内侍便冲边角打了手势 就见两名内侍捧着托牌上来 因盖着皇帚 看不清上面搁着什么 既然是要比 那便认真比上一场 赢的人 朕自有赏赐 去吧 台下一片奇奇应声 都是气血方刚 年轻气盛的男子 皇帝亲赏 更像是一记鸡鞋 打在他们头顶 这便牵马 折返回了场地上 两方各有十人 寄了蓝色同红色额带 区分开来 翻身上马 个个动作潇洒 无一人显拙 忽略他们脸上的兴奋不济 倒像是要上阵杀敌一般 咚咚咚 马场四周比方才多出了一阵鼓声 越敲越快 越激越响 听在人耳中 仿佛闷雷隔空 让人心跳不由地随之加快 一欲侧身坐着 望向已在马场上并排列好的二十人 开局前 他们都面朝着一个方向等待 只能从护具下的衣物 通他们头上的额带颜色 判断谁是谁 李泰就站在李宽身边 因为身形齐长 在马背上的一群人中 很是显眼 只是他所骑的那匹黑灰色的马儿 比起其他的马匹来说 要显得无精打采一些 当 一声刺耳的罗鸣之后 李安将手中鲜红的锯球 朝着远处往都木墙的方向抛飞 一声高鹤 一马当先 直着手中的艳月杖 冲在了众人之前 追捧那笔拳头大上一圈的小球 紧接着 身后众人才反应过来 除了个别两三个朝着反方向跑外 其余的人都朝着李安的方向追击过去 马群后围扫荡起了一片烟尘 楚官其诉 竟不逊于方才那两对五人 看台上众人顿时噪声 马场上也响起了高喊的人声 让开 左左追 中啊 一欲睁大了眼睛 望着混乱成一片的人群 早不见那颗红色的锯球跑到哪里了 就见那纵马的人群中 半块场地上横冲直撞 左突右围 马群刚朝前移去了两三丈 便又因为锯球退回来 呼啦啦一下追撵过去 一根根艳月杖在手中挥舞着 贺豪声 马鸣声 不绝于耳 想起方才杜若锦彤他说的话 什么会小心 这群人简直比刚才那群还要疯狂 李太在人群当中 一欲坐直了身子 伸长了脖子 刚寻见个人影 便又很快失了他的踪迹 那匹黑灰色的藩羽神鸠 混在一大群宝马当中 半点都不显眼 直到这边看台上 有位皇子高叫了一声 击到球了 二皇兄抢到球了 按照规矩 集局当中 最后一个击到球的人 众人围抢时候 不得用球杖 攻击到这个人身和马身 只可从旁追赶干扰阻拦 唯一能抢到球的方法 就是你要比他跑得快 先击到球 这便造成众人都在纵马狂行 越跑越快 转弯时候 一群人挤在一处 也变得十分惊险 一群听见那小皇子高叫的同时 便看到那一大哥的人的附近 溜边跑出了一匹枣红马 独自朝着对面的木墙冲去 手里的艳月杖 时而挥一下 开场到现在 他头一次瞧见那颗红色的锯球 再往后一瞄 双方人马已是跟上 这么一拖 已拉 他才看见了勒马停在人后的李泰 不知为何 没瞧见他英勇鸡球的样子 反而松了口气 追追 快拦住他 快呀 当 咚咚咚 红方一球 紧密的锣鼓声 尖锐的嗓音传爆 那颗红色的小球不见了踪影 却是已被李宽准确地击进了 红方的网兜中 场上奔波的人马 愕然停下 一袭的安静之后 赶在看台上众人喧哗之前 便听见一句脑怒声 可恶 刚才是哪个混蛋 抢了本王的钱 李安这嗓子吼的 一遇坐得这么远 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心里顿时给这六皇子 盖上了一个求品差的戳子 再瞧一眼不远处的李世民 单从他脸上的淡笑 看着当老子的是不介意自己儿子 偶尔放肆一回 黄嫂 二皇兄何时这么笨事了 林川拎着裙子 从后他过来 在已回了座位的楚王妃身边坐下 楚王妃只笑不语 林川便自己寻了话说 坐在他另一边的小公主 许是听她们说话无趣 眼睛在四处溜达了一圈 便跪坐起来 用膝盖磨磨蹭蹭地 挨到了一遇身边 伸手扯了扯她的衣袖 笑笑姐姐 一遇听见这小声音 扭头对上那张 粉面团子一样的小脸 便软下声音 怎么了 千千坐这行吗 一遇迟疑一下 扭头一看 见承阳和常乐她们不知何时 都挪到了前面去坐着 林川又和楚王妃在说话 倒没人看着这小姑娘了 便点点头伸出手道 来坐前面看 嗯 李倩喜滋滋地应了一声 便抓着她的手 绕到她的另一边去 乖乖地坐下来 看一眼远处 又开始拟争我夺的人马 看不懂也不闹腾 就低头玩起了 李宽先钱给的 那个小玲珑 时不时抬头看一眼 暗上那盘别人 那里没有的红色小果子 扭捏着 却不开口讨要 一遇分神留意着她 心生怜爱 便将自己不大舍得 吃的樱桃盘子 拉到她手边 轻声道 姐姐为你吃果子好不好 好 小姑娘顿时笑眯了眼睛 大方方地应声 见一遇捏了一颗送到嘴边 还啊的一声 张了红嘟嘟的小嘴 别把果盒吃了 一遇细心地提醒她 见她点头却不动事 便拿了岸上一只空蝶子 递到她面前 果盒吐出来 这才哄她吐了小盒在碟子里 又喂了几颗 这孩子也不知是怎么的 只要一遇不提醒 她就能一直含着樱桃盒在嘴里 因为没照看过这么小的孩子 又怕她咽了果盒 一遇便一边喂她 一边提醒她吐果盒 几下低头的功夫 马场上的锣鼓再响 又传一声喧闹 哈哈 进了进了 不用多猜 这得意洋洋的声音是李安无疑了 东边看台上 压了李克他们赢的女人们 自然是好一顿高兴 娇声低语 相较之 李宽李泰这边压彩的人 就安静许多了 这仅是开场 双方你来我往 打了个平手 看台上的众人 也都从北边挪到了南边 就近观鼻 更有性子活泼的公主妃子 站起来给场上的男人助威 也只有姨玉和楚王妃 还有掌孙希三人 在原位上坐着 其余的位置都空荡了下来 卢霞姐不去前面看看吗 听见这声音 一欲扭过头 看着掌孙希笑眼中的探寻 摇了摇头 掌孙小姐呢 并非是坐得近 他们就能赢 掌孙希伸手在岸上俯过 指着遗物 我倒是感兴趣 你这块玉到底是什么宝贝 会入了二表姐的眼了 定非寻常之物 一欲看着她 闲闲玉纸下的那抹欠红 浅笑着 坦白道 掌孙小姐问错人了 我亦不知此玉名头 哦 掌孙希眼中露出了一丝疑惑 既是卢小姐之物 因何会不认 言下之意 便是在怀疑这块玉的来历了 客观来说 掌孙希为人处事 是比她大姐掌孙贤 叫人舒服 就是出声质疑 也能婉转上三五圈 可一欲就是觉得 面对她的时候 心里总有种不舒服的感觉 便直言道 你不必多疑 此欲的确归我所有 卢小姐误会了 我不是怀疑这东西不是你的 只是好奇 是谁会送了这么贵重的礼物 与你罢了 她说话极有技巧 换了别人 须听不出来什么 可一欲本就是极其喜欢 玩弄文字游戏的人 便听出掌孙希 旁敲侧击地打探一些事 有不动声色的暗指 这么贵重的东西 非是旁人所赠 不可能是一欲这落魄小姐的身份 会有的 听明白这层意思 一欲便收敛了笑容 神色略淡地看着她道 掌孙小姐说笑了 我卢家乃是泛阳卢氏一脉 五性渊源之身 非是寻常门户 祖父虽是多年不在官场 为人清廉 可祖上积业有存 传一块玉于我又有何其 掌孙希貌美的脸庞 威愣了一下 随即欠然一笑 你真是误会了 我没有别的意思 无需解释 我也没别的意思 一欲回了一句 便扭过头不再理会她 前有掌孙患被杀 炉至葬身火海 后有掌孙贤 律刺刁难而名声被毁 掌孙家和她已结死敌了 表面功夫她会做 可是绝对不会腻了自己的脾性 天塌下来 还有个子高的理太顶着 她只要做自己该做的就好 一旁的楚王妃赵炳荣 来回在他们脸上扫过一遍 便起身 我也去前面看看 她刚站起来 场上再次扫动 锣鼓一响 又有人进球 一遇只听李安的咒骂声就知道 是李太那边进了 又旺旺赶在前头的人 却是杜若瑾 谁能想到杜若瑾这一球 就好像是个征兆 接下来便是一发不可收拾 这马场下的翩翩公子 拿了艳月杖 竟像是换了一个人一般 她一球接着一球 没再给李安那边进球的机会 两刻钟后 只将他们逼到了四比一的地步 一欲愕然地看着她 在人群中 冲击突围 在几次失误中 连进了三球之后 看台上 已有胆子大 又尚未婚嫁的公主小姐们 兴奋地 一个劲地激扎着 杜公子 杜大人 这面临失态的模样 不用想便知又俘获了多少少女之心了 一欲再瞧瞧依旧落在人后头 几乎被忽略的李太 忽然笑了起来 小声嘀咕了一句 小公主扭头再仰头 姿势难受地看着她脸上古怪的笑容 便也笑着露出几颗小牙穴嘴 还好还好 还好她打得不好 一欲脸上一红 坐视轻瞪了她一眼 又不好同个小孩子计较 只能摸摸她头道 不许学我说话 李倩嘟嘟嘴 又低头去玩小玲珑 一欲再抬头看场上 两支队伍又开始相争了 可就在杜若瑾再次击球 到了对方木墙前时 一变突生 杜若瑾手中的球杖飞了出去 前冲的马匹被猛然停下 就见她身影浮在马背上 一颤一颤 身后追赶的众人也都停了下来 看台上一片哗然 四处都是姑娘们担心的声音 像是一个玩笑 正在势如破竹的时候 杜若瑾突发了救急 现在不是什么大事 只是不能继续上场 便回到了看台上休息 换了一个人上场 少了这员猛将 李宽这队立刻弱了下来 接连失球 不到一刻钟的功夫 就被李克 高子剑 李安三人分别打进一球 追成四平 哼哼 都给我冲 再一球咱们就赢了 李安高叫了一声 从显败到追胜 让他双目兴奋地发红 一马当先跑在前头 竟错出身后众人一匹马身 直逼木墙 原本李太那边还在守门的人 都忍不住催马赶上去 可是望尘莫及 观此情景 已与这才迟钝地 担心起自己那块玉来 紧接着 那群追赶的人影 企图找到李太在哪里 希望这人还有后招 但眼睛瞧直了都没找着人 心悬起来 便又匆忙回头 去盯着李安的身影 默默念着 失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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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离兜墙两丈远时 一马当先的李安 高高举起了艳乐杖 狠狠麾下 给我进去 嗯 眼瞅杖落求飞 当事实 一声猎马长鸣破空 李安胯下的白马身形一顿 手杖依然落下 鲜红的拘球 猛地飞向木墙 却是一击重重打在墙头 飞速地反弹开来 从马上众人头顶飞过 众人急急地掉转马头 带要追赶 方回头 却是争冷 不见球影 但见左前方 一道马影跃入眼帘 风驰电掣 一缕沉烟在后 瞬间变成一点背影 一欲随着众人一道 腾的一声站起身来 看着那匹 一记绝尘的黑灰骏马 四足践踏 四不沾地 有如背生双翅一般 好一匹翻语神鞠 拦住他 李安气急败坏地催马追上去 一边大喊 不知是不是幸运 那边守在墙下的三人 全都是他这边的 三人当即加紧马赴迎上前去 当中冲得最前的正是李克 四人四马 双方不过眨眼功夫 就要在离木墙五丈远处相遇 李泰霍受三面夹击 当中对面直直冲过来的李克 毫不解释 更叫人心惊的是李泰霍也纵马迎上 不退反进 这两人是不要命了吗 啊 眼见就要撞上 看台上已有女子惊叫出声 余音未落 就见两人两马猛然相撞 砰 呜 一声巨响 两声马鸣 一遇睁大了双眼 就好像是将他们的动作放慢了数倍 眼睁睁地看着两匹马撞在一起 一匹飞出轰然倒地 连带将马上之人抛飞了出去 一匹倒退了数步 身形歪扭几下 不等站稳 便再次踏足 载着他的主人 一往无前地朝着目标所在冲击 马背上的人影 手中燕月杖 在空中画出一道漂亮的弧形 红色的小球 轻轻巧巧地落入了网兜中 却迟迟不闻锣鼓声 看台上 马场上 有片刻吓人的寂静 众人视线落在那勒马转身的人影上 当时骇然 啪 李世民一掌拍在龙岸上 三哥 李安惊叫一声 克尔 杨妃脸色苍白地拎着裙摆 从看台上冲了下来 来人 苏传太医 李世民轻着脸 吼了一声 轰的一下 看台上爆出人潮低语 看台东南一角 李克从短暂的昏迷中醒过来后 身边已是围了一群人 个个脸上都写着担忧 由于李世民脸上最重 克尔 你是哪里疼 图母妃说 千万 千万别忍着 杨妃拿帕子 小心翼翼地擦着他额头上的汗 眼里溢出水光 李克那一下摔得头昏脑胀 以时答不上话 杨妃眼泪便落下来 抬手势着眼角 仰头对站在一旁的李世民 唉声道 克尔这一下摔成这样 魏王他 他也不分个轻重 这可是他亲凶啊 陈亲 求皇上做主 李世民皱眉看他一眼 扭头对太医道 咱好好检查一遍 是 这边是人挤人 那头马场上 却是人去地空 没人注意到一羽 很不文雅地拎着裙摆 跑到看台边上 跳了下来 大步走向牧墙下 待到那匹高头大马前 被他扭头打了个鼻响 也不在意 扬起头道 你下来 李太抿了薄唇 望一眼看台上的热闹 翻身下马 脚缸斩地便被一双小手袭来 在他身上来回摸了一遍 最后落在他腰上 捏住了一块皮肉 使劲一拧 便叫他皱了眉 还未有不悦 低头便迎上他水光朦胧的眼睛 听他声音也是发紧发色 你 你要吓死我呀 感谢观看